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我是秦月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6月6号星期一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在普京总统在2月24号开始了对乌克兰的入侵后 随着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越来越多 美俄关系也在一天天恶化 而俄罗斯也越来越被孤立 甚至超越了政治 和金融领域 但美国大使说 莫斯科不应该考虑关闭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因为世界上两个拥有最多核武的大国 必须持续对话 川普任命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 告诉俄国官媒塔斯社 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外交关系 不能说断就断 但普京将这场战争定位为 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 声称这是对美国霸权的一次反抗 俄国抱怨自从苏联1991年解体后 美国就一直在羞辱俄罗斯 62岁的律师沙利文说 我们必须保留彼此对话的能力 他告诫说 不要把托尔斯泰的作品从书架上拿下 也不要拒绝播放采可夫斯基的音乐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个月打趣说 他想把美国歌手泰勒·斯维夫特的 我们永远不会重归于好送给普京 但沙利文回应道 我们也永远不会彻底分手 而沙利文认为 关闭大使馆是错误的 他说据我所知 俄罗斯政府已经提到 变相断绝外交关系 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断绝外交关系 彼此不再说话 美国与前苏联在1933年建交 并持续至今 虽然经历过冷战危机 间谍丑闻 但莫斯科和华府之间 从未出现过断裂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 召集美国媒体 驻莫斯科的分部主任开会 讨论了美国不友好行动的后果 沙利文说 我能想到的美国 或被迫关闭其大使馆的 唯一原因是 继续工作面临安全问题 而他希望有一天 两国会有一个和睦的关系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易普索的最新民意调查 83%的美国人说 经济是决定 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 如何投票的一个极其重要 或非常重要的问题 80%的人说 3月份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 也是影响他们投票的一个极其重要 或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74%的人 对油价持相同看法 全美油价约为美加仑4.82美元 而拜登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支持率 仍然不高 包括他对经济复苏的处理 37% 和对汽油价格的处理 27% 拜登获得的唯一积极支持率 来自他对新冠大流行病的回应 56%的支持 43%的不支持 美国5月份的就业增长率依然强劲 美国工人上个月拿回了更多的薪水 但物价上涨的速度 仍然超过了人们的工资收入 而且此前就有报道 美国有25%的人 可能会因为通胀而被迫延迟退休 拜登两天前对美国雇主在5月份 增加了39万个工作岗位持乐观态度 但也承认 美国人对通货膨胀感到焦虑 而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 在周日表示 拜登总统已经要求他的团队 考虑取消前总统川普 对中国征收的一些关税 以应对当前的高通胀 他说家居用品 自行车等关税可能会被取消 但政府已经决定保留 对钢铁和铝征收的部分关税 以保护美国工人和钢铁工业 而这项民调结果显示 只有大约四分之一 28%的美国选民表示 他们赞成总统拜登 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 在经济复苏问题上 人们对拜登的处理方式 是越来越不满意 现在只有37%的人 认可拜登的处理方式 比过去几个月还低 4月份为40% 但与近一年前相比 下降了16个百分点 2021年7月为53% 这项民意调查是在 6月3号到6月4号 对542名成年人进行的 全国性代表性的抽样调查 在95%的信心水平下 误差率为正负4.8个百分点 在六四的33周年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 这次的镇压是残暴攻击 并发表了令人振奋的声明 他说 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 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人 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 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 布林肯说 虽然很多人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 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 会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 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 与个人权利的努力 而且我们要对中国人民 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 并寻求自由的人说 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缅怀受难的王林 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 国商之助在台湾重建了 有20多个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 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举行的点灯活动 有2000多人亲临现场 其中包括在台港人 台湾民众和外籍人士等等在内 当晚的烛光晚会进行到8点9分时 主办单位率领全场民众 集体静默64秒 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哀悼 会场并点灯排出了8964的字形 象征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历史上的这一天 89民运的参与者见证人 同时也是专门研究六四事件的历史学家 吴仁华在致辞时表示 六四是中国最大的禁忌 而30年来 香港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的重镇 尤其是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度烛光晚会 更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 但遭到中共的镇压后 现在台湾接棒成为了华人世界 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 这不仅彰显了台湾的民主价值 也提高了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 他说他向台湾参与筹办六四纪念活动 以及到场的所有的台湾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而国商支柱的原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智活 也透过了预录的视讯表示 他希望将原版的国商支柱运出香港 移到台湾安置 但港府在中共的高压管控下 似乎不可能赋予他处置雕塑的自由 他说很高兴看到台湾重置 约三米高的国商支柱 高智活说 我衷心希望台北能把六四的记忆保留下来 台湾必须接手保护香港以及中国的自由 而美国旧金山的多个人权团体 和众多旅美中国民众 数百人日前也汇集在了旧金山花园角公园 手持蜡烛默哀 纪念在8964天安门事件中 被中共屠杀的受难者 很多90后的年轻人也来到了现场 共同让六四的精神星火相传 洛杉矶香港论坛也在洛杉矶中领馆前 举办了烛光守夜活动 有200多名来自香港、台湾与大陆的移民 共同悼念了六四 民众们以蜡烛LED蜡烛与手机灯光 悼念了罹难者 同时也抗议中共破坏香港社会的法治 与基本人权 同时还有六十余辆由大陆移民们组成的民主车队 浩浩荡荡从圣盖博士出发 行经蒙特利公园市与阿汉布拉市等华人密集区 最后抵达了洛杉矶中领馆 车队联系人黄建斌对美国之音表示 此次参与民主车队游行者非常踊跃 他原先准备了50多个纪念六四33周年的标语都不够用 最后大约来了将近70辆车参与活动 6月7号星期二在加州 爱荷华州 密西西比州 蒙大拿州 新泽西州 新墨西哥州和南达科他州 将迎来重要的初选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这几个州的初选中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选战 加州是个民主党大本营 民主党在加州范围内控制着各个级别的行政职位 其注册选民人数与共和党选民的比例接近2比1 而州长加文纽森和联邦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拉几乎没有对手 不过共和党人仍在联邦众议院选区保留了一些实力 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西亚预计会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 他在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反对弹劾川普 而且在2020大选认证时还拒绝了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投给拜登的选举人票 而川普支持并称赞众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卡西 他说他是加州人的杰出代表 也是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坚强无畏的领导人 川普继续说 凯文麦卡西得到了我完全和彻底的支持 川普今年4月份告诉华尔街日报 他与麦卡西的关系仍然很好 因为麦卡西最终选择支持了他 川普称麦卡西和其他人意识到他们错了并支持我 而在另一场备受关注的选举中 旧金山选民正在考虑是否罢免地方检察官切萨布丁 布丁是一名极左的民主党人 选民们对旧金山到处都是罪犯和无家可归者的现象 感到不满 并指责布丁没有起诉那些旅犯者 在爱荷华州 川普再度支持了资深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 川普写道 在我担任总统期间 查克与我密切合作 任命和确认那些维护法治 并按照我们国父的意愿来解释宪法的法官 而密西西比州的两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特伦特·凯利和迈克尔·盖斯特 也面临其他挑战者 而前总统川普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公开表示支持凯利议员 蒙大拿州因为人口增加 首次有了两个联邦众议员席位 而川普政府时期的内政部长瑞恩·辛克 正在为这个新席位展开公开竞争 他被广泛地认为会赢得这个席位 因为他在2017年加入川普政府之前 曾两次赢得蒙大拿州当时唯一的联邦众议员席位 在新墨西哥州虽然是一个民主党地盘 民主党州长米歇尔·卢阳·格里沙姆很可能连任 但前电视气象学家马克·隆凯蒂和州众议员 利贝·卡道作为共和党州长初选的竞争领先者 他们发起的竞选运动涉及美国边境安全 城市犯罪、通货膨胀 以及在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占主导地位的 新墨西哥州的种族和民族教育问题 都可能触动两党选民的心 而南达·科他州挺川女州长克里斯蒂·诺姆 则有望赢得共和党的提名 在11月继续为连任与民主党提名人竞选 美国前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 周日6月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谴责了法庭对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时的律师 迈克尔萨斯曼的无罪判决 称判决与证据相反 拉特·克里夫说 判决令人失望 因为他与证据相反 萨斯曼自己都在短信证实了政府的说法 及他声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民 称当时他有一个川普竞选服务器 与一家俄罗斯银行之间联系的故事 这显然是错误的 而证据清楚表明 当时他在代表希拉里竞选团队工作 他说 这不是法官的判决 因为本案的法官不允许 把克林顿阴谋的某些证据纳入本案 他表示 尽管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内姆的起诉 可能输掉了这场战斗 但他们显然赢得了战争 他说 这其中最有力量的证词 是希拉里竞选团队承认了一个事实 即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说法 是由希拉里·克林顿批准的 他认为联邦调查局的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 误导了美国人民 他说 美国人民对联邦调查局失去了信心 在这方面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我们执法界都知道 希拉里·克林顿制造了整个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说法 而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 拉特克里夫抨击说 联邦调查局和后来参与穆勒调查的每个执法者 从第一天起就知道 多年来对美国人民进行洗脑的整个川普俄罗斯的调查 是由希拉里竞选团队编造出来的 是故意的 有政治性目的的 我认为美国人民现在看到了这一点 他指出 对政府官员的问责 必须在2022年11月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时 来自美国人民 让参与本案的民主官党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负责 这些官员显然在背后采取了行动 去推进他们所谓的民主、激进和自由议程 好的 以上就是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多留言 这对我们的支持很大 我们下期再见 邮寄选票比亲自投票更好吗 一旦把选票寄回或投进投票箱后 会发生什么呢 美国选举制度的核心 是让选票能正确反映选民的意愿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选出的政府 是选民认同的 在Rumble频道里搜索Happy Goose观看视频 了解选票是如何被统计的 以及为什么亲自到投票中心去投票 极为重要